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被关在一间密室内 受伤的右腿也被锁链拴在墙壁上 无法自由行动 尽管他竭尽全力拿到了自己的手机 但手机早已没有了信号 接着 一位老大爷给他送来了饭菜 大爷妹害怕地举起双手求饶 并质问老大爷想对他做什么 老大爷说要让他活下去 接着他拿给大爷妹一根拐杖 好方便他走路 老大爷离开的时候留下了钥匙 但锁上了门 老大爷刚走 大爷妹赶紧解开锁链 并削尖了拐杖 准备杀死老大爷 然而老大爷伸手敏捷 躲过了攻击 还用麻醉针放倒了大爷妹 大爷妹再次醒来时 发现老大爷正坐在她的面前 并告诉她 地球刚刚遭遇到外星人大规模的袭击 地表到处都是毒气和核辐射 已经不可居住了 好在她早有准备 在地下修建了这个城堡 才逃过一劫 听完这些话的大爷妹当然是不相信了 第二天 大爷妹就在地堡中闲逛 突然发现了胡子哥 胡子哥向大爷妹证实了老大爷的话 但大爷妹还是不信 随后 老大爷带领两人参观了一下地堡中的情况 在这里 吃喝玩乐样样都有 老大爷也看出大爷妹的心思 便带领她来到门口 让大爷妹透过门窗 看看外面被毒气腐蚀的血肉模糊的死珠 好让大爷妹死心 这时 大爷妹看到了一辆车 她回想起车祸当晚 就是这辆车撞伤了她 这又让大爷妹心生警惕 她还是不相信老大爷的鬼话 随后 三人一起共进晚餐时 大爷妹故意跟胡子哥打情骂俏 惹得老大爷猝疑大发 大爷妹趁机偷走了老大爷腰上的钥匙 老大爷随即发现钥匙被偷 大爷妹一看不妙 一酒瓶砸倒了老大爷后 立刻往门口逃窜 却在门口碰见了一个前来求救的女人 可以看出那个女人已经被毒气感染得不成人样 求救声很快变为了叫骂声 还不断敲打门窗 试图进来 这下 大爷妹彻底放弃了出逃的念头 开始相信老大爷的话 回到密室的大爷妹乖巧了许多 而老大爷不但坦白自己那天 因为惊慌失措 撞击了大爷妹的车 还拿出自己女儿的照片来秀父爱 虽然她一直表现得很强势 并且控制了一切 然而大爷妹和胡子哥也都懂得妥协 他们三人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一天 地堡中的空气过滤系统出现了故障 老大爷下令 让瘦小的大爷妹去重启系统 大爷妹爬进管道 来到了系统房 重启系统之后 大爷妹不仅看到窗户上有救命的字样 还在地板上发现了一对耳环 随后大爷妹将这件事告诉给胡子哥 并且还找出照片 对比了一下耳环 但是胡子哥一口咬定 照片上的罗莉不是老大爷的女儿 并拿出了另一张照片 示意这才是老大爷的女儿 最后两人一致认为 照片上的罗莉 肯定是被老大爷囚禁虐待而死 两人经过密谋 决定先用玉帘 做一套防护服 其中一人先逃出去 找人来求救 可很不幸的是 他们盗窃剪刀的行为 被老大爷发现了 胡子哥为了保护大爷妹 主动承认是自己干的 气急败坏的老大爷 一枪结束了胡子哥的生命 回到房间的大爷妹 仍然没有放弃计划 这时 替光胡子准备和大爷妹 共度一生的老大爷进入房间 并且发现了防护服 事情败露的大爷妹立即逃跑 逃跑中 大爷妹打翻了一桶硫酸 腐蚀了老大爷 随后大爷妹戴上自己的防护服 钻进通风管道 来到之前发现耳环的那个房间 打破窗户 成功逃出 逃出后的大爷妹 看到了天空中飞响的大雁 她这才意识到 空气并没有被污染 干脆脱掉了防护服 突然远处飞来了一只巨型怪物 开始追击她 并且放出了毒气 大爷妹赶紧 又把防护服给穿上 总算躲过了攻击 她快速钻进车子 可怪物又追了过来 连车带人一起抬到了空中 这时 大爷妹无意间摸到了车子里的打火机 又无意间看到了一瓶猎性酒 大爷妹灵机一动 点燃了那瓶酒 猛地丢进了怪物的嘴里 怪物立即爆炸 大爷妹也安全了 电影到此结束 电影的结尾部分 突然出现外星怪物 倒是可以理解 但是被女主三下五除二就干掉了 有点让人无法理解 好了 今天就解说到这儿 拜拜